不论此次全民公投的结果如何 英国依然会感受到经济增长步伐的放缓 法比奥 英国全民公投马上就要进行 那么市场参与者是如何看待此次重要事件的呢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市场参与者们的确非常关注 此次英国退欧的全民公投事件 民意调查一会儿显示支持退欧的投票会占优 一会儿又显示反对退欧的人会更多 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 不过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 该国公民的意见被划分成两大阵营 譬如那些从事高等教育的女性 80%的苏格兰人 以及80%的伦敦人 都是希望继续留在欧盟 但其他城市的人则是倾向于退欧 官方调查显示 支持或否决退欧的人数大致相当 各方阵营都可能会周期性地取得优势 而在全民公投的结果正式出来之前 这样的趋势可能还会持续 有庄家下注 英国有86%的几率依然会留在欧盟 不过我个人认为 应该还有没有打定主意的第三阵营存在 因此我认为 目前没有必要就公投结果去下任何赌注 而是需要将注意力 集中在国家的更深层次结构性改革之上 法比奥您认为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呢 实际上这些问题存在于两个层面上 首先这是英国内部的问题 其次问题存在于相对来说 比较年轻的欧盟经济体 回顾过去 我们了解到 按照苏曼和达拉蒙所描述的发展路径 欧洲的一体化会逐渐发生在各个层面上 最终实现地理 政治和经济的高度统一 事实上联盟曾经是为了防止 第三次世界大战出现的激进做法 这区别于功能有限且单一的经济联盟 而这样的决定 确实也给欧洲带来了最为长久的和平时期 也促进了经济高速的增长 因此这也迫使欧洲亚航行长德拉吉 不得不明确表示 回头的路已经没有了 他将尽一切的努力 来保障欧元区和欧盟的完整性 而现在欧洲同时也遭遇着 来自亚非国家的 为了躲避饥饿和战争 且所未有的难民潮 当然这已经引发了很多欧洲公民的担忧 这样的问题更像是政治问题 而非经济问题 许多老谋深算的政治家 正在积极地利用这些问题 来推动全面的民权运动 这不仅仅适用于欧洲 同时也适用于世界各地 我觉得 无论此次全民公投的结果如何 英国依然会感受到 经济增长不乏的放缓 法比奥非常感谢宁光临演博士 并分享了自己的开发 谢谢邀请 能够讨论这样一件带有感情色彩 公投事件还是挺有趣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和独家访谈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